你好 恒基最終都放棄保地價 退回洪水橋一半的農地 佔地數百萬呎 拿回三十多億 當然最終的選擇 會經過深思熟慮而決定 並不簡單 包括考慮自身的財務狀況 地產商和政府的協議或角力 對未來樓市和息口的看法 恒基可能選擇不多 始終受制於中環兩幅天價地 這兩條數的減值 看看它如何揮動魔法棒 反正恒基一直揮動紅古的魔法棒 看看這次它能否全身而退 我看它要守住三大地產商並不容易 而且有一隻黑馬在後面追趕它